車輛車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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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在我們自己家的平台 這一台是Nissan的KICKER 那KICKER的話 我有忘記有沒有開過直播了 這一台的避震器 其實如果以小型的修理車來說 我覺得還算不錯 它沒有像CC軟到那麼的晃 但是就是過彎的時候側傾 畢竟是小修理 它的輪胎也厚 所以在過彎的時候側傾 難免幅度就稍微大一點點 開起來比較像經理之前 有常開的Core Plus 小車的話 但它的阻尼其實沒有做得很軟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後面的阻尼 這台車也賣得很好 小車小修理 就現在市場超受歡迎的 但是應該還是賣CC吧 Corona Close 這個是後面 後面一樣是小車 都是拖一幣的系統 前方的話一樣是賣花城 這個阻尼 它做的比CC還要硬朗一些些 那彈簧的話 這個經理有查了一下數據 這個彈簧原廠的公斤數都不高 這個是原廠的前面的彈簧 它不太做太大捲的 太大捲就是這個外徑做得太大 因為它前面的避震器 就這麼小一支 所以它的這個彈簧的外徑 其實也不允許做得太大 如果能夠發揮的空間 大概只有13.5到14公分而已 所以它原廠的外徑其實也做得不大 這個是原廠前面 前面的阻尼 也做得超舒適的超軟 但它前面的話 是沒有上座的設計 就跟一般的小車 FIT或者是SWIFT之類的 它的前面上座 就有一個軸層 一個散裝的橡皮 就那個小零件而已 那為什麼小車都會這樣設計 最主要的目的是 少掉了這個 避震器塔頂的空間 讓它的 測試裡面的空間 能夠做得再更大一點點 如果沒有記錯 GR Yaris的前面上座 也是做這樣的設計 那一台車最近超級超級夯的 那個離載串的話 是需要改短的 所以KT 目前的版本 是有附短的離載串的 這一條是後方的彈簧 它的上進跟下進的差異 做得很大 下進很大 上進很小 這個角度看不到 好 那這個是後方的話 它有附一個上座 所以這台車拆裝 不需要拆內裝 上座的話 從下方拆兩顆螺絲 下方一顆螺絲 就可以把避震器 後方的避震器整組卸下來 還蠻快的 好這個是避震器的部分 那煞車的部分 經理剛剛從彰化開回來的 大概 開了大概三四十公里左右 其實這台車的煞車 我自己啦 感覺煞車還蠻靈敏的 還不錯喔 它原廠的煞車 那這裡有一套系統 那這裡有一套系統 待會避震器 安裝完畢之後 會緊接著施工的 就是加大碟 那為什麼要改加大碟 加大碟的用意 就是它的這個盤徑 這個叫盤徑 盤徑比較大 如果我們 原廠的盤徑比較小 這個盤徑比較大 它的分棒在夾齒的力道 是一樣的 可是往外挪之後 一個力矩 往外挪之後 所以它的自動力道就會變好 那通常 在改裝加大碟的同時 都會一併 把煞車的來靈片 把它做一個升級 所以來靈片 摩擦係數換得比較好 然後疊盤的直徑 變得比較大 所以它的煞車的力道 就會好很多 這個是一個基礎的改裝 另外有一個改法 就是連同卡鉗 煞車的一個分棒卡鉗組 換成多活塞的形式 讓它來靈片的面積 能夠加大 碟盤也會加大 那那個是最終極的改法 那再上去的改法 也有把這個碟盤 換成是 一般我們說的 髒髒盤 就是陶瓷盤 那為什麼會說髒髒盤 因為它看起來 盤子就是髒髒的 但是 陶瓷煞車的話 一組 大概都20萬起跳 所以這個都是 一個比較高階 或者是動力比較大的版本 那其實有很多的車子 像超跑之類的 保濕姐之類的 已經原廠 就可以選配陶瓷煞車 像是 BMW M3 M4 像現在最新的 G80 G82 也都可以選配了 好這個是 那所以這個算是一個 基礎 基礎的改裝 那這個是325的 前後都是325的 所以最小的 鋁圈尺寸 就要17吋起跳 所以原廠的17吋 才有辦法裝 所以如果 這個改裝的順序 一般來說 都日後還會再升級 輪胎跟鋁圈 好 我們來介紹 待會兒 所以待會兒的話就會裝上 這個煞車 這個盤徑很小 所以等一下 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盤徑就會變大 自動力道就會變好 好 那我們來介紹 重頭戲 避震器的部分 後方的話 大概接近4公斤左右的彈簧 上部 沿用原廠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來調整軟硬的 那這個是KT的防塵套 它的密合度 剛剛可以砍住的 所以可以對 這個軸心做一個保護 後方的懸吊系統 鏡頭我拉遠來看的話 它的結構很簡單 彈簧跟避震器 沒有多餘的連桿 就是一個單純拖一臂的系統 那像這樣的系統 安裝的重點在於 筒身的長短的調整 如果筒身調得太長 它的彈簧太鬆 就會造成異應的狀況 如果筒身縮得太短 彈簧預載過多 那低速時候的反饋感覺 就一定不好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 後方的筒身調整的長短 是安裝的重點 好 那我們換來看前面 前面的話 這周邊的空間 周邊的空間不大 所以彈簧的話 我們就配直捲彈簧 那今天的車高 要降低的特別的多 所以我們幾乎把車高部分降到最低了 因為今天車主最大的需求 不是操控感 是因為車高 受到立體停車場的車高限制 這台的車高是原廠上方還有一個鯊魚起 是最高點 離地的話 162公分 那車主的話 希望降到157以下 這個立體停車場才有辦法下得去 所以我們幾乎都把車高 把它降到最低了 那剛剛推估 從之前安裝的數據來推算的話 大概會是落在156到157公分 所以除了車高降低 當然車子的重心降低 操控也會變好 所以在過彎時候的側傾程度 原廠的話後方 前面的話大概是3點多公斤 所以這個已經改了6公斤 所以它的程度 過彎時候傾斜的一個幅度 就會少很多 後方的話 原廠彈簧好像是4公斤左右 3-4公斤 後方的話 因為拖一臂的關係 如果彈簧的重量大幅提升的話 那空載的時候就會很不好做 所以後方的話 我們彈簧提升的幅度其實並不大 前方的話 變成是6公斤的規格 這個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這個是一定會有的 好 那我們來看引擎室的部分 引擎室的話 這一台拆裝還蠻簡單的 一般小車 它的上座都會設計在這個裡面 所以這個擋板都需要做拆解 但這台車的話不用 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台車的拆裝還蠻簡單的 它沒有上座的設計 就只有一個塔頂 所以它這個塔頂的面積很小 不太會影響到車室裡面的空間 那車主要自己調整軟硬度也很方便 我們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軟硬的 往順時針 H這裡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好 那這顆引擎是1.5升的引擎 有點自然進氣的 配上CVT 反應還不錯 像經理之前開比較舊的COPLUS 一樣吸數也差不多1.6 配上CVT 但是可能是比較舊式的關係 所以它的反應 變速箱的反應 就沒有這台車那麼的快 但是 經理是性能狂 所以還是 DSG反應都比這個快多 這個是一般市區代步的話 就跟經理之前開過的渦輪替打一樣 它市區代步 CVT 絕對是首選 非常的好開 好 那這台車改裝之後 待會就要去入試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試乘 對經理剛剛介紹有任何問題 記得要私訊一下我們小編 那我們在Youtube裡面有放了 每一次直播的影片都會放在Youtube 所以如果 車友看到的這台車不是自己想要看的 可以到我們Youtube裡面搜尋一下 那也歡迎各位訂閱一下我們Youtube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